吉斯伊泰鑑 這個讓我覺得 現在 現在你 真的不知道 我請教你 現在像 每一年基盤的 新冠馬拉松 你是覺得這個活動 是很壞的 新冠馬拉松就是我們體育處在辦 我們都協助 所以 所以 你們說這個話 這個我就 覺得說 台南的觀光 如果要好就要 頂薩麻油 今天 一個 專攻 富邦 每一年 馬拉松的 活動 在台北基盤 它是我們 全台灣 全國 最大型的 馬拉松 一般 馬拉松 要富邦 這個集團 要花幾百萬 一般 全馬 差不多 六千幾個 我們這個 新冠馬拉松 我們的 照片 你看一下 我們這個 新冠馬拉松 它在 整年 整年 它的 全馬 它創下了一萬六千幾個 當然 在人 這個中間 有時候 難免這個品質 有時候 應付不去 一個民間辦的 一個民間辦的 一個不把政府 花半千錢的 一個民間的 團體 這樣 它可以辦一個 去 兵這個富邦 這個 財團 這麼大 一個馬拉松 兵那麼多人 現在 競年的時候 我們市政府 現在 體育廚 說 公公的 沒有一個 膠 沒有一個膠 沒有一個膠 這個 觀光局 你也說 這是體育廚的事情 所以 你這種心態 你要怎麼去 做一個觀光局長 你感到真的 要義 我們這裡 大家 市民 大家 有生理可以做 沒有生理可以做 教長 我們到 做宣傳 做理事 你那個協助我 我請教你 你現在 我問你 你現在 你對這個話題 你了解多少 你現在 人不要辦了 因為人不大不自 我吃飽 在換腰還得到 你們在那裡穿水水 穿水水 人家就去那裡 摸到 大塊 小塊 摸到 艱苦多塊 你怎麼 你怎麼 你覺得這個外棟 這個不必要 這個外棟 我告訴你 這是夾鑽的 這樣對嗎 分工 對 看法 院角 聯工 古都麻辣松你是早上時 古都麻辣松 你是一個全買的 穿外的而已 穿幾個而已 政府你就還補足百五萬 辦到又去用名字炒頭嫁去 這你有清楚你有了解嗎 今天你做一個觀光局長 你應該要民間圖 你念這種民間圖沒有的時候 你要怎麼做觀光局長 你要怎麼發展觀光 我們日本人觀光局的客長 像金澤 我們一年前就說 有市長 來拜訪 我們在五年的十一月 我們要來辦一個通車的電禮 甚至辦一個國際性的馬拉松的活動 一年前就來跟我們搖請 你要看我們台南市多少人去參加 你知道嗎 客長 有一輛包機過去 包機幾個人 應該是幾百的人 幾百的人 你每逢你就不知道 每逢你就不知道 我們台南 那兩三百人 所以我覺得你在做觀光局長 你到底是在做什麼工作嗎 局長 應該說什麼活動來台南 我都很歡迎 但是每個活動的主辦機關 還是有所不同 所以還是有我們在協助行銷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這個國家是沒有五萬 為什麼呢 你根本就沒有那一塊錢 你敢不說 李議員 還是沒有我們 來跟那個主辦單位 我們來拜託一下 來跟他鼓掌一下 那是不是說 我們政府要來幫我們關心幫我們幫忙 你們政府你們就去幫我們 去幫我們出帝 去幫我們刺渣 現在的腳下的時候 一個民間社團 說文青啊 你如果去你講的時候 你就要特別講一下 刺渣 帶到百多的人出來幫我們刺渣 一根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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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這又是一個獨裁專制的一個國家也沒有這樣做的 人在裡面 老人啦 那孩子啦 或是說一間卡拉OK啦 你帶到 那滾了十個 政府你怎麼沒有那個說 我要來怎樣 帶這些可憐的老闆生來做些事情 可以來創作什麼樣的項目 有一個飯店 給這些民宿 給這些生理人 他們可以這樣來 有一個生理堂做 那叫做 有啊 我們就說 沒有啦 我請教你啦 你現在想說 是怎樣是這種活動 這個是 我請教你 你今年你幫多少活動 我們今年大概有 你最近的就好 你我說一個最近的就好 最近才剛剛 我昨天才從香港回來 所以在香港還做了一個 沒有啦 你說台灣的就好 你說台南的就好 上禮拜才有賞銀記也在辦 梅林賞銀 還有就是辦公椅 搭賽也在辦 你說什麼搭賽啦 辦公椅 辦公椅 你說這個時候 你進去 那是我們在地人 我說很多觀光客 還有日本有組隊友也有來 所以我真的實在是中東的失望 你跟我說 現在來的經濟現在到底是很嚴格 你不覺得現在大家越來越難賺錢嗎 經濟景氣的確是比較不好 那是真的 你不好不好 你現在你又這樣 不要不意了 反正我就心水教你啊 我管理你的經濟好啊 因為我不是在做生理 我都不是在做生理 我都不是在開店 我們就辦很多活動 來刺激這景氣 刺激買氣啊 辦各種的旅遊活動啊 但是馬拉松都都要好 是體育出版的啦 我們辦 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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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 這個馬拉松 法國的滾球 人家那不是說為了他們的館公在辦的嗎 你講一種話 你說一種話 你是黎白地 黎白地的竹林就沒有啦 這種話你如果說出來 今天體育主義 像是說大家運動身體健康而已 但是今天是怎麼要辦這種活動 這是為了自賓的效應 公共的部分我們還是來 下一位請李退治理議員發言 謝謝主席 主席聲音沙啞多多保重啊 這個 最近我們這個台南都傳輸很多好消息 前兩天才有人抱怨說那個台南沒有人入閣 結果現在馬上今天又多兩個了 而且都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我們也給他我們這個整個團隊 不管是來自市府 或來自議會同仁都給他恭喜 不過我看在座兩位首長 好像也滿有機會掉那個入閣或高升 有沒有啊 有好消息要趕快跟我們講 說不定這樣子趕快讓我們準備一下 對我們市政或中央的推動 政府推動也有好處啊 是不是 我看我是覺得說照我個人的推斷 這個兩位應該是滿有機會高升或調動的 這個應該我們都期待好消息啦 繼續加油 那這個 這個 我當然 不過市政當然要繼續推動啦 我們每一個 每一個成員在每一個團隊的位置上面 當然要這個 這個 每一天都這個 都為了這個 政務 為了應該要負的責任來推動 不要像有些這個中央的部長 現在就來說 啊 要做什麼政策去問下一任 這實在是 趕快的小孩大小 趕快的小孩大小 對於這個 對於整個社會的觀感 對於我們下一代的教育 都是非常不好的示範 那 針對這個地方 我想要請問一下那個我們張局長 針對於我們原台南縣地區 現在要有關路邊或相關的一些停車設施 或者路邊停車隔的收費的狀況 現在推動的如何 跟議員報告就是 這也是我們停車有序的一環 那我想我們是針對地方的需要跟特性 那以舉個例來說 這個新營的南雲綠都心 他是政府花了很多錢 新建的地下停車場 但是過去呢 長期因為沒有收費 所以被 沒有錯 那現在開始計時收費之後 周轉率提高非常多 目前大概平均的周轉率將近四成 而且長期佔用的也幾乎沒有了 這個就不會有這種情況 那現在有一些少數的這些提出來 被地方提出來檢討的狀況 就是說路邊停車隔 化設的不夠 那其實我們真的要開始收費 像這幾天 像昨天警察局長一直被問嘛 脫掉的問題 停車取締的問題 都再再顯示出 我們這個過去古老的這個 台灣第一個都市 在停車周邊規劃的措施上面 很多跟不上都市的發展 那所以這個部分交通局這邊 長遠的配合都市發展單位 局處去規劃開發 停車的措施跟路邊停車隔的劃設 這是務必要儘快去做的 另外有一些小地方的這個 施政優先順序的問題 像這個原就是民治行政中心 他周邊的這些停車空間跟設施 原來都開放給市府同仁 還有我們周邊的民眾 自由去停放嘛 現在開始管制之後 反而造成一些民怨 那這些民怨不一定是 這個正確與否 我們姑且不論啦 因為人本來就有他使用的習慣嘛 所以當民治市政中心 開始管制的時候 解救會有人來比照說 那永華市政中心的停車規劃 停車空間是不是也應該要管制 那這個我想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不管是要管制還是要收費還是怎麼樣 公平跟讓該享用資源的人 該使用資源的人 都可以有達到同樣平等去取用的權利 我想這是一個公共政策必須要考慮的 就想盡快有一個答案 不然的話這個會干擾到整個 這個停車收費的一些進度 我想這樣停車的問題大概兩個 一個就是公共的停車啦 是 公共的停車是我們交通局 責務旁貸的責任 當然 這個部分我們會尋多種管道去努力 是 盡量爭取適當的停車位 那另外就是剛剛談到兩個市政中心 市民洽工或者是同人停車的問題 那其實秘書處他們也非常用心 目前也做了一些管制啦 因為這個相關的空間 真的值得考慮 因為這是完全可以操支在市府手上的嘛 你看高雄市政府旁邊 一整個停車大樓 那我們如果說在兩側 不管是在永華或者是這個民治 那我們有可以操支在我的停車空間 用這個鋼架或其他的方式讓它立體化 然後儘快的在短短的施工期間內 倍增它的這個停車空間 提供給市府同仁以及周邊的民眾來使用 我想這是值得考慮的啦 請局長 請局長考慮 謝謝 請坐 那個 王局長 請問一下 這個 我們去年 本席了解到 其實 我們現在台南對外的航線非常重要 就是主要 每一班都 每天天天飛的就是香港 那 另外就是這個 非大阪的狀況 非大阪的這條航線 那我們先針對這個 非香港這條航線 我們天天飛嘛 那 去年的數字 去年的數字 這個 落在台南的 入境 有313次 總共 23461個 入境的 來自港澳的旅客 那離境的差一次 312次 就有21021個 所以這入出差不多 只有大概2000個左右的差別 所以意思就是說 利用台南 港澳航線的這個 其實進出幾乎是一樣的 可是 問題來了 在2015年 來自港澳的旅客 在台南住宿的 只有15000人 這中間的落差差了8000個 那 到底這裡他們跑哪去了 這是我們要努力的 跟議員說明 因為住宿的這個數字 是各家飯店自己填的 也就是第一個 就是說一定要是 合法旅館的飯店 它才會 我們才回收得到 當然 也就是說如果住在 非法的民宿裡面 是統計不到的 那第二就是說 這個數字因為是自填 所以它的可信度 跟它的確實度 只能作為一個 評估的標準 那另外一個當然 就有可能像議員說的 它進來了台南 但是沒有住宿在台南 但是這個部分 我們同樣也要想說 也有很多數字是從 不是從台南進來 但是是住在台南的 沒有錯 那這是本席要提醒你的 就是說 我們仍然有這個成長的空間 因為每一個旅室 它能夠停留在台南 多住一個晚上 我們至少會多增加 3000塊以上的週邊收入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 是我們仍然可以 努力的空間 努力的空間 沒有錯 那本席要再提醒你一個問題 你知道華航 什麼時候要換飛機嗎 你說改班 是香港還是指大班 香港 香港 香港下一個 其實香港是4月版表改 不過他6月版表會再改回來 不是 他除了改班表之外 他換飛機了 他從737 800 可以載160個人的 換成那個1多少的 那可以只能載100個人 這中間運量差了一半 這個我們有跟華航談過 我也親自上去報會過的總經理 那他有跟我說明是 班機調度的關係 那因為我們是高雄串飛 所以我們就必須應應 其他地區的航班調度 基本上在6月的版表會再改回來 不過這裡面 這裡其實要考慮一個問題 其實認真從數字上來檢討 這個調度是合理的 為什麼呢 如果說313個航次 我們總共入境的人數是23461人的話 事實上160個班 160個旅客的容量的這樣的一個班次 這738型的這樣的飛機 它的運量是5萬人 所以我們這全年的運量只有達到它運能的一半 所以它把160人坐的飛機換成100人坐 其實就經營上來講是合理的 可是相對來講 在台南的旅客跟相關的配套措施來講 我們當然會覺得 沒有座位沒有交通工具就是沒有來源 所以這個部分除了要爭取 我們能夠繼續維持至少原來的737 800之外 另外 另外 我們要怎麼樣能夠讓它至少提高到七八成以上的 這樣的一個債客率 這個是我們要努力的 這是我們很重視跟香港地區的行銷的緣故 是 那所以這裡面可見我們如果用原來的737 至少我們還有一半的成長空間 還有一半的成長空間 其實整體的搭載率 因為議員手上的數字應該是單純進出台南 以搭乘率來計算 其實香港近來大概都有到七成 所以它搭乘率還算不錯 當然它還是有一大段的成長空間可以去努力 它搭乘進來當然就是入境 它在台南也不可能轉機 所以它勢必這個入境的人 就是它搭乘 再給一分鐘 好 王局長請坐 其實這一分鐘 我倒不是針對兩個局 我是請主席 我們今天一定要跟議會來 好好表達一下 爭取一下 因為 網球選手謝淑薇 在他的這個臉書上抱怨 他說 只要哪個縣市 有市府所屬的網球場給我練習 不用場地費 有燈可以用 需要練習的時候就可以練 我就考慮轉戶籍 今天 如果說 我們台南市政府 這樣子的一個 每次在問說我們2020 到底奧運有沒有選手可以奪牌 每次就 不跟他說話還是點點 這個時候如果不再大力爭取 要再去等 要再去等誰 如果市府的體育處 沒有趕快去表現 趕快去爭取的話 主席 我們緊急決議 趕快請議會 把這個網球場 撥給謝淑薇來用 請我們趕快 這個本席在這邊提案 請傳給我們代理議長 謝謝李退資李議員的建議 下一位 第二輪 我們發言五分鐘 唐必爾堂議員請發言 謝謝主席 張局長 不好意思 民意代表就是要歡迎民意 有民眾 跟本省陳情 他說 從學路跟從明路口 小北百貨的前面 建議裝設紅綠燈 及行川線 我剛才問 我們交通工程 他說行川線就是斑馬線 我們說斑馬線 通往對面的板信銀行 可以跟右邊的路口 同步號燈 燈號 不然過馬路太驚險了 那這一部分 請我們交通局的 這個業務的處理一下 局長 自由行 其實是我們台南 非常有潛力的觀光 但是我們公車的司機 還罵學生 教長 是嗎 你跟我們報警 這件事還不夠生 我想針對公車司機的 這種個人行為 我們一定會調查 該 該懲處會懲處 該處理會處理 這個是不應該的 絕對不應該 好 好 那 王局長 不好意思 也請你 同時要問兩位局長 那個陸客團 早上 有我們同仁在質詢 陸客團 因為他們自己國內的因素 所以他們現在不來台灣了 要等520小英總統 幼職典禮 看講什麼 他們在決定 那 這個 當然 你覺得這個對本市的觀光 有沒有衝擊 王局長 我想陸客的減少 當然一定對整體台灣都有衝擊 可是事實上這個數字 因為有很多方的說法 但是我們從台 整個全台灣的旅行公會聯合會 查證出來 到今天為止 其實陸客的數字 並沒有出外傳的下降 所謂的限縮其實也還沒有真正的發生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其實是值得觀察 準備好來因應 那但是 是不是那麼嚴重 其實需要評估 所以沒有想像 他們 想像他們所說的那麼嚴重 因為根據本席的了解 我們2015年 我們日本的觀光客 20萬 住宿的部分 對 然後陸客是只有15萬 對 15萬多 可是 最重要的是怎樣 你知道嗎 人家日本的觀光客 消費高 而且人家的數字很好 所以喔 差很多啦 還沒頭髮的東西 一些 液晶電視 頭髮頭髮頭髮 頭髮頭髮 老實說喔 數字有夠差的啦 那 本時喔 有兩個日本的朋友 那來我們台南是觀光 那 他們是從京都來的 但是因為喔 公車很難等 又不準時 然後班次又少 所以只好怎麼樣 搭計程車 由台南 局長 這部分說什麼 解釋 呃 我們現在公車的這個班次啊 應該是市區算是密集啦 那因為外國來的這個朋友呢 可能對我們公車時間比較不了解 那但是我們未來也會 我們現在已經有APP了嘛 未來我們會考慮開放 多種語言的APP OK 讓他們比較方便使用 好 那那個王局長 Daypass 跟那個 教導師 Bus 神佑已經一起邪車券卡 就是說 我們Daypass 跟日本喔 京都公車一日券 是類似的功能嗎 沒錯嘛 好 就是所謂的一日券二日券 那我們公公局要針對 這一種 自由發行的這一張卡 那 局長 本席喔 建議你們在推廣喔 這個Daypass之前喔 先想一下 公車 還會不會有下一個黃進來 喔 那因為 現在年輕人都很喜歡搭 那個 廉價的航空自由行 那台南機場咧 當然就是有 大阪東京定期的嘛 喔 還有包機的嘛 但是年輕人就是說 他的經濟沒有那麼好嘛 所以 台南機場需要更多的 廉價航空業者來進駐 那 本期希望說我們交通局長 我們市府的團隊 希望能夠引進 兩家 日本 日空 跟全日空航空公司 他們的子公司 叫做什麼 一家叫做香草 一家叫做熱陶 可以爭取他們 來台南 再給一分鐘 廉價嘛 所以他當然是最便宜的 那年輕人 當然是最便宜的 他才能夠 有這個經濟能力 負擔得起嘛 但是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嘛 都沒有 類似這種 廉價的 航空公司 在我們台南起飛嘛 越航就是聯航 對啊 所以日本 我們去日本的觀光客 台灣人去日本 觀光客也非常的多 日本觀光客來台灣的 也非常的多嘛 那其實兩邊就是互惠的啦 他如果方便 我們就方便 他升錢 我們就升錢 所以 對這部 張局長 跟王局長 跟兩家 這個日航 跟全日空航空公司 跟他們 他去接觸一下 爭取他們來 好不好 努力一下 我知道 張局長 跟王局長 你們都很認真 那在這部分 我相信 也很多 我們年輕的 自由行的 那些年輕人 都很期待 好 謝謝 辛苦了 謝謝主席 請賴會員 賴議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那個 本席請問官網旅遊局局長 局長 本席 從早上 一直在 在收看那個 我們今天的 業務報告 那 有 你的口中 講出來 你先把衣服穿上 沒關係 沒關係 繼續 好 就是說整體的大環境 創造更多的一個 就業前途 開發更多的客園 所以局長 我們台南是一個 智慧城市 也是一個低碳城市 對 對 那觀光旅遊局 最直接行銷 我們是不是透過一個 資訊上的一個行銷 有 不管是我們的 還是我們的 還是我們的 資訊 然後我們的手機 電腦 各種的一個 資訊的一個行銷 是不是 各種栽體 那觀光旅遊局 你現在手上有幾個APP 我們現在主要就是旅行台南這支APP 然後另外跟遠傳合作的這個項弄的APP 基本上是由中央那個部分來做計畫性的指引 所以是沒有用到 好 局長你請坐 那個官方行銷課 丁課長 旅行台南 這一個APP 你覺得 它整個成果 你滿意嗎 報告一中 目前大概下載次數是大概12萬多 下載次數在12萬多 是 你什麼時候 到4月底 到4月30號 到4月32號 到4月30號 到4月底 我跟你講 昨天我們還看 今天中午又看了一次 你的更新日期還停留在去年的5月29號 為什麼 跟一座報告一下 因為它其實 為什麼我們的手機來看 我們的電腦來看的時候 你的更新日期竟然是停留在去年的5月 跟一座報告一下 因為它其實整個資訊download有點慢 所以我們在做改版的動作 那它本來應該說改版 改了這麼多個月 就進度上有點落後 那原則上是已經 不是 科長 這個進度上有點落後 落後了幾個月 廠商的合約其實是沒有 7個月 去年的5月 7月 到現在4月 11個月呢 是 是 我先跟主席報告一下 就是因為這次的案子 它整個改版的量還蠻大 包含比如說公車資訊 不是 你改版這多大的話 是 你基本上就是說 應該是要跟得上 就是說 所謂資訊的一個 太換例 那這個還停留在去年的5月 距離了11個月 你還有辦法在這邊解釋嗎 我只能跟一座報告說 我們目前這個月會上線 新的上線 你的巷弄談 你的更新速度都太慢了 回應的速度都太慢了 我們其實有更新 只是可能說 也許是不是對方有漏掉 再跟回去再檢討一下 所以這次都有再更新資訊 那個有很大的一個 檢討的空間 科長 你這樣的一個回應 其實我都應該請你出議場 非常非常的獅子 不應該 超過11個月 局長你回應啊 沒有 議員我可不可以直接 讓我知道說是哪一個部分的update 怎麼拖這麼久 因為事實上這個app 基本上現在持續在運作 所以不管我們有沒有update 他還是在運作 那所以他的update 持續在運作怎麼會是這樣的一個狀況呢 是我們誤賴你嗎 不會吧 回去看 不是 因為他的app有很多的介面 我跟你說局長 在追究下去的話 連你都應該出議場了 你是這樣子監督你的屬下嗎 不是 我們一定要改進 這麼樣的一個失職 好了 這個議題別說了 有得漏氣 局長 那個圖片 是一個城市行銷城市 我想在很多的一個 那個行銷科科長你請坐 你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這是一個在全世界都非常普遍的一個 一個城市當地人在行銷當地的一個 等於是一個網站啊 還是說是一個軟體 我相信局長一定看過這樣的一個東西 就是說以當地人來帶領 就是國際的觀光客 來認識我們這個城市 那我不知道觀光旅遊局 在這一段有做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局長30秒 和你說 在當地的部分 我們大概結合就是部落客 那就透過部落客來帶領 然後部落客來寫稿 所以議員可能會看到 在網路上會有一些部落客的行文 然後會介紹台南 其實那個部分有些 有幾個這樣子的一個團體 如果在我們台南 其實台南有好幾個 台南包括像倫敦男孩啦 或者是春霸啦 有幾個呢 或者是 大概幾個有沒有超過十個 在網路上非常多 一定超過十個 因為網路的世界基本上是浩瀚的大海 可是比較有規模的啦 怎樣的 比較有規模的 比較難做這樣的判斷 因為各式各樣的都有 所以說局長選男 你也沒有辦法很具體的回應 基本上網路上的數字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我想觀光不景氣 整個你沒有辦法掌握很好的一個 這個資訊男人 要跟議員說明 在網路上這個數字 本來就沒有辦法統計 任何統計數字都是不足的 當然 所以說我還要請教你 就是說在整個台南的觀光理由裡頭 你有沒有去做一個 什麼樣的大數據 什麼樣的一個雲端的一個管理 可以提供給你做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觀光思維 制度的一個思維 現在在跟中央合作這個4G計畫的核心 就是建立台南市政府自己的雲端 跟自己的大數據 在這裡面就有把觀光的行為 觀光的樣態 包括我們為什麼要在安平建 可是這個都還是停留在 你在講的是那個眼傳實憶的一個金會 對不對 所以現在還停留在談的階段 還是停留在會議的階段 今年已經不是會議已經在做了 像安平的Beacon後面就有大數據 這個部分也是我們在做的 所以台南的Beacon是開放API的 整個4G的一個智慧程式 不管是在雲端還是說一化的部分 其實這個在我的個人總質詢的部分的時候 我再跟你請教 那你那個交通局長 我想觀光局那個局長 我還是要再請問你 這是你們兩個跨局勢的一個議題 請問兩位局長你們知道 就是說在嘉義縣的故宮博物院 它是結合一個力能 一個力能的一個交通工具 跟一個智慧的交通工具 整個結盟起來 就譬如說我到高鐵站了 我要到故宮去 我就是搭了一個是電動車的一個公共運輸 你們知道這一套計畫嗎 你不知道 在嘉義縣 嘉義縣的故宮 如果你搭車到我們的太保站 那你就是它是整體的一個配套 他把它綁在一塊 就是說它的公共的交通運輸是一個電動車 你搭了這個電動車 你才有辦法到故宮博物院去 故宮博物院去參緩 然後他又送你一個兩個小時的一個自行車 那你必須就是說 租他們的電動腳踏車 然後給了兩個小時 可以在周邊旅行 然後遊玩一些景點 你們知不知道這一個計畫 兩位局長知不知道 詳細內容我是不清楚 不過請議員指教 我想他是真正的落實到 就是說他利用整個綠色的一個公共運輸的一個工具 然後要結合了一個觀光的一個景點 這個真的是做得太好太好了 我想兩位局長應該找時間去參觀一下 尤其又是在我們的隔壁 加一線都做得到了 怎麼我們台南 我們台南是直轄市 那顯然兩位局長對這樣的一個政策 都不知道嗎 所有兩個局勢裡頭的科長有沒有辦法起來講我這一個 就是加一線政府的這個政策 已經在推動囉 已經在推動了 有沒有其他的科長有沒有辦法起來替局長回答這個問題 請不要客氣啊 不然這樣是兩個教室都很奇怪 一個負責交通運輸 一個負責台南的旅遊觀光 那隔壁鄉鎮在做什麼我們都不知道耶 那所有的那個APP在去年五月到現在都還沒有更新 十一個月了 結果觀光行銷科的科長還講說 因為這一個整個數據太大了 我們需要就是有一個什麼樣的時間點 十一個月難道不夠多嗎 局長 那個我想沒有別的理由 應該是要改進嘛 就是改進 所以我想就是說要改進就改進也不用硬拗啦 齁 所以我想這兩個局勢 應該是好好的去檢討 就是說怎麼樣去結盟立社的交通運輸工具 然後可以結盟我們的觀光旅遊 不是只有TBI 我想局長我要在這裡跟你抗議 你的TBI 給一分鐘 主席請再給一分鐘 是不是議員容我說明一下 好請說 我想剛剛談到這個嘉義縣的做法 我們會深入了解 不過每個城市都有每個城市不同的特性 對 沒有錯 其實我們台南也有我們自己的特性 不過我們有好的他山知識 我們也會來學習 對啊 所以我就像我有一個很笨拙的一個想法 是不是說我們的奇美博物館 其實它的遊客也非常多 那如果我們可以跟高鐵那個沙輪站做一個結盟的話 就是說他到了沙輪站 他要到那個奇美博物館的時候 我們有怎麼樣的一個配套措施 再帶上我們的觀光旅遊局 在那邊可以多出幾個景點來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建議 目前也有啦 就是我們的高鐵接駁車 是啊 那你只是你沒有用到你的低碳程式啊 對不對 所以我就講啊 就靠兩位大將去撐起我們這一片交通 觀光旅遊的一個運輸點啊 那其實我們台南是我們自己也有 也有電動 現在請蔡玉輝蔡議員請發言 聖城的大新娘區的 把這兩國政碰到 知道有 我們蔡議員也新娘 聖城的新娘出身 對 聖城的新娘區來幫你撐到 欸 蔡議員 會知道我講這三個問題 你知道嗎 講的是那個南訪購物中心 對啊 我現在幫南訪給你看 對 南訪購物中心是這樣的 當時呢他 他 有一個內環道路啦 我們不用說過去啦 議員講的是內環道路啦 我跟妳說就是 這三條路都市政府的啦 齁 中華路啦 凱銜路啦 東光路啦 其實不是南訪的啦 你現在放到這樣 兩檔子 齁 齁 水在南訪這樣做 當初他要 齁 工業地要變 齁 鄉業地 住在市場 那時候 這個問題我不要跟你說 齁 你有靈在這三條 三條 我怎麼解決 凱銜路 我怎麼解決 我以前這三條路都沒有什麼問題 我以前說凱銜路就是 都讓這間公司 南訪的自己 叫人在路的指揮 車都刮在他裡面 路我們下車兵 都他在做他的行李嘛 我跟他議員報告啦 你說什麼 我們 南訪 他蓋好之後 他是有一個外環道路 這個是當時我們在市府 在跟南訪協調的時候 這個外環道路 希望所有進入南訪的車 能夠進入環線 他現在在環線那邊 我們也要求他 要派保全指揮交通 這個南訪 我以前跟你正義的 八歲都有在聽 不是我會說的嘛 是 你維持交通是要維持 他們自己的交通 還是公目的 怎麼這樣中的公 公共利益啦 我們這個內環道路 並不是限制出入 誰都可以開進去啊 你不是說你去三個啊 都可以進去啊 對 他在那邊是電動風海交通 我的意思是這樣 我們本來在路 在自由 進 進去就是漂亮的人嘛 他不是他在那裡 車 嗶嗶嗶嗶 那裡都會被他 那路路是 還要說回來 我們市政府 我們民間的 阿公你本來是什麼地 變什麼地 要關錢出來 南訪的是 他整個地 到後來給我們市政府 有什麼 這麼大地存一個 停車場 存一個我們市政府 都沒有什麼 這個 整個你 歸公是歸公 歸公的 全民共享 我不要跟你說 我現在跟你說 你說 你這條海鮮路 ㄟ 他是 要嫁回到做道路 對不對 道路是他們自己要用 還是大家要用 或者是公用 公用 一個人在那裡 都在那裡 隨時在支援車裡面 他在協助指揮交通 不然他也不是 不讓人家進去啊 你要這樣簽名 我就沒辦法 他車子不是支援 向這邊 南北鄉 他都向支援在他們裡面 這樣叫公共利益嗎 有要停車的人 他要支援 也沒有什麼不對 如果要停車 他就給你 所以你如果要做秘書長 我是很不贊成 反正你這個 沈默中有的財團而已 你如果說 說的 就是大家 不能接受這樣的指控 我也不能接受 你的看法 我是以市民的利益為優先 你是南北的利益做 不然我叫你來騙 我叫南北的騙 說給大家聽 第一 在凱旋路叫中華路高接 他也是車 沒有要向中華路 也是都向他們裡面 這樣有合理嗎 沒有啦 你既然是做公共工程 做中華裡面 他們可以路使用嗎 我跟你們問這個 今天要跟你們講這個議題 第三 有幾個車廟 八社沒有人停車都脫掉 停車都沒在脫掉 東光路有脫掉嗎 八社 新國在外面 白衛做生理 這三個議題 這個我們會去檢討 就是說 如果也有 內環道 也有違規停車 我們也會來執行 可以說 人行道 我們這樣說 第一 第一 就是凱旋路 這條路是公的 你上面是公的 對不對 對 你如果說在他們裡面 他們派人 他們是交通沒關係 他們是人 站在道路呢 我們放一個通影片 之後 第一 這個路 什麼路 他們叫做 公道 叫做公道 公園道路 你先請坐 下一位 李文正李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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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輝 蔡議員第三輪發言 蔡英輝 蔡英輝 好 中華羅公公出了不要說 有對一個商店開公司 頭前不能停車 你跟我說 我們社門路 新光商業頭前 人家可以停 為南方頭前 百姓不能停車 我這要看道路情況 只要影響交通人 你跟我說有對嘛 道路狀況 很多案例不要說 別人在說 全部都不能 清電都完全是 跟南方可以 那不是你我來不說 很多案例都是南方地的 市長 公園道路可以嗎 我剛才跟你說 地均國度來 公園道路 可以這樣賣 可以這樣做嗎 可以自己賣 當時是我們在 重劃開幕之前 我們有一個交通維持 大家討論 兩年我 希望他有一個內環道路 不要讓他的車流 影響到 我們 市區的道路交通 阿你叫做公共設施嗎 他還是公共 公眾使用阿 公眾使用是他在用 他在做行李在用 還是 全民在用 我真的幫你整理這個問題 市民可以用阿 大家都可以開車都可以進去阿 如果你現在要繞一圈 你也可以開進去繞一圈開到 沒有問題阿 他並沒有封閉阿 阿以後會交通呢 他一個人在那邊 要塞過他在那邊開頭前 凱旋路呢 我跟議員報告他那個保全 是因為他指揮 有人要進停車場他指揮 這樣指揮讓交通比較順暢阿 那如果說議員還是覺得有 人要進去繞一圈 我們就改塞 齁 人要去繞一圈 就要去繞一圈 因為他同一條凱旋路 這個內環道 要進好幾個行車廠 你如果像你這樣做必須 我跟你說 你這個槍斃不能認同 我們一條路 既然是公路 道路 人要怎麼塞一圈那裡 人要跟我們說 要塞他內環道路 大家都要去圈那裡多 不是這個 沒有人大路我們改塞 人在裡面要做什麼 你先來搞清楚這個狀況 不然我沒有在南方 消費 我實在在內環做到要做什麼 因為就是都要去圈那裡 對不對 你這個叫公共設施用地 這叫做南方專用道 講一個到北東 所以你就是道理他 不然大家 既然公共設施用地 大家都可以走 對一個公共設施用地 像南方這樣你跟我說 議員這不是專用道 可能不要誤導 沒有專用道 不然什麼可以在裡面 你跟他講 開放公共使用的道路 對啦 公共使用道路 就是南方這樣用 沒辦法用 他這樣圍起來這樣 也是市民在用 你如果沒有去南方 也是一樣 好你給他幾個例 你看台湾市還有對一個狀況這樣 你說多聽 對一個圍還會這樣 像南方這樣你說多聽 你說多聽 高雄的夢時代也是一樣的情況 高雄夢時代 這人你不能說 也是有情況 高雄夢時代有像這樣嗎 但是我跟議員 高雄夢時代 一定要他自己的飯店 你會玩道路嗎 我們不是因為 為了 南方 購物中心 量身打造 這是為了考慮到整體交通的衝擊 我們要減少道路交通的衝擊 讓道路更順暢 是我們 是 一下子的考量 剛真的是這樣 而且他那個道路不是專用 他不是南方專用 他不是專用 他是一個開放的 對啦 公共使用的道路 阿不然我們就來問 今天八成問大家有去過的人 齁 東廟路 東廟路 東廟路這邊 就是在南方的環圍嘛 對不對 他有好幾個 好幾個路口 好幾個路口都可以進去啊 我知道 是啊 齁 貝仙路要去啦 對不對 不是要去南方 也都是自由的啊 市長 我們在 倫正 齁 講要八成大家疼的 不是說在這裡 要強變 我們來放出師來接準 大家可以接受的 齁 不是你說的 我講的算是嗎 我蔡議員今天來講 我不會講 回去人家給我命 你講的 我不會講 人家也要跟你講 對不對 啊 沒有靠對一個路是 你跟我說 你講高雄問世代有這樣嗎 有人有送 一個在十字路口 派一個人在那裡 車都給他關一米裡面 有沒有啦 你跟我說啊 我印象中啦 因為很久沒有去 高雄孟世代 他也是派 保全在路口指揮 因為他的目的呢 就是讓 車輛 那是要是要停車中的 唯一 對 阿南高雄 因為很多人會影響到車輪 不應遵於在他們的 大門停車沒有啦 有沒有啦 你說啦 所以應該 只要看道路的情況 不能停的 我們就會要求他不能停 阿 高雄市的高雄市的高雄市 高雄市的高雄市 有的是因為 台湾市的高雄市 我跟他說 這個 中間都整條路 總共跟南方不可以停車而已 你就是給他方便 不要讓他們這裡停車 怕影響到他們要在那裡 停車嘛 不過議員 可能這是 誤解啦 那議員的建議 如果說認為說 這樣子的交通的引導方式 哪不好 我們可以來檢討嘛 但是這個事情 不是你 開始要變經之後 開始做他們的道路 第一局長說他們 喔 替我們市政府生二十幾億 咦 我們想說得比較有道理 它這路開開呢 東光路 凱旋路 高雄 這個中華路 開開又不是只有 除了中華路之外 除了野黨都說他們專門要用嘛 阿你繼續說一說 你說大眾使用 你去自己看看 對不對 你又一個在高雄市委 你 凱旋路要去給他們的商店 來 要去中華路 他就旁邊一個人 你們就把威力 把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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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動作結束公共使用 這個動作結束 他們輸了利益 他就八十來就都要跟 關一片的商店嘛 阿你繼續為主 加上主席 市長 阿你繼續為主 加上主席 確實是這樣子 你說這樣我就沒辦法跟你說 你如果說 不一定我說準 今天電視所說的 電視點有全部喔 可受公平喔 可受公平 我沒有辦法跟你公便 阿你如果要跟我說我 我的議員就是說 我全世界這樣招逃逃 沒人這樣 你說 西門路的 新王三的 頭前也有 這裡可以停咧 我們 台南市 高雄也有 他們這裡可以停咧 阿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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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王三是因為 他沒有地下室可以停 計程車阿 阿南訪過屋中心 他的計程車是停在地下室阿 阿他的規格比較好阿 我們市政府 刻意把威力 不要讓人停在頭前 齁 為了要應用他的動線 齁 你如果要跟他說 動線你不要不要把他倒酒 加一個山 在裡面 他們自己走他們的路 就可以了 可叫我們市政府不來 跟議員報告啦 南訪過屋中心 門口也有我們的公車站 好啦 你如果公車來 好 你再說到來 我們的電動公車 安排到哪裡 電動公車從 安平到 南訪 阿跟南訪 齁 我們要衝心 為什麼要跟我們公車不來 報告議員 這沒有什麼好圖利的阿 這樣沒有齁 齁 齁 你如果說這樣 我們台南市電視 去頭前的聽眾 你聽我說 南訪 做生意 我們市政府就安平 加公車 一定要聽到南訪 阿你敢不敢 認得的 會我們那個 認了一個地方 或一個什麼 是怎麼到南訪 為什麼不可以到南訪 我都不了解阿 啊 是怎麼不可以到南訪 不能因為說公車經過南訪 就是圖利南訪 你重點怎麼在南訪 不是說沒有經過喔 這個指控我個人是沒有辦法接受 阿你講的沒有 八十天我怎麼有理 心裡不可以到百尾 不可以到南訪 他購物中心的 啊不可以到錢 這裡就有啦 心裡沒有啦 有需要 有需要坐公車 我們主要是針對 市民的需求 你講起來我講 我講 我講有聽 沒有 台市公司韓國大陪 第一的就是我們局長 公司怎麼做生意 沒有停車場 你 蓋的中間 你做的地方 我們就跟對面說 沒有做土地 這也帶了 對不對你自己講的 我聽 是我們去借的沒有錯 對啊 那是南訪 啊 心裡人怎麼做都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拚鐵人大間公司 小拚鐵人做 跟我們交通局 就會拿去這個地方 好 局長你請坐齁 蔡議員 那個你說的那 那凱旋路齁 跟中華東路那邊齁 那邊是我們也有要求局長 他們要請他們南訪 他們要賺錢 他們要派員 在這邊指揮交通啊 因為他們那裡 如果到假日 測量很多 我們的警力 沒有辦法 在那邊做交通疏導 所以我們也 東區的議員 有特別要求交通局 要請他們業主 要自己出來處理 他們在談 他不可以跟我們的交通混亂 他不可以跟我們的交通混亂 沒有啊 我只是說 就我的部分來講啊 好啦 我們請坐啦 蔡旺傑 蔡議員 請你發言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今天我非常有趣 現場的議員 都是我新娘人 都新娘庫的議員 我過去是蔡議會議員 要問新娘的交通 我自己也住在那附近啦 其實我每天經過 裡面的每個停車場 我都去利用過 無論是室內的立體 或是外面的停車 全部都利用過 所以我也在努力的在觀察 他的停車的動線 各方面到底有沒有改善 當然也有正面的 正面的 譬如說 確實 後來這樣的一個運作方式 有效的疏散了很多 就是把一些去購物的人潮車輛 慢慢占到外面的這個道路負擔 這個是有效的疏導 這一點我是肯定 但是我延續剛剛蔡議會議員 他的議題 很多人也都問我一樣的問題 就是說裡面的內環道路 既然是大家可以共用 那何不把它 當初是怎麼樣 在開發的時候 我們核准的方式就是說 如果它是共用 也是屬於我們共用的道路之一 有沒有可能就是 不要讓它變內環道路 就在這裡變成 比較大條的公共道路 有辦法這樣 跟議員報告 當時我們在交通維持計畫 有深刻的討論過 我們認為這樣內環的方式 是最不會影響周邊的交通 當時南訪夢時代要開幕的時候 我記得當地的我們東區的議員 都非常關心 大家都認為說交通局 你要好好的做 要把這個交通 周邊的交通維持好 所以我們找專家來 我們也跟大家開會討論 我們覺得用這樣子內環的方式 是最不會影響周邊的道路 因為我們包括我們的東陵路 然後東光路 海旋路 它本身就是一個15米的道路 把一般沒有要進去購物的人 人跟車輛區隔 類似把它分流 所以這點我尊重局長的專業 我覺得這也是有道理 但就是說當然一向會 對 蔡育會議員也有意見 我想也是有的俗客 因為有人會歡迎說 這不是 他們會覺得說 內環這個部分是屬於 屬於南訪私有的 其實是可以公共使用 所想是外界的誤解 對 可能是誤解 其實它是共用道路 那我會建議這樣子 我會建議說 這個圍起來的 這個讓它區隔的圍起來的部分 你可以試著去嘗試現場會看看 就是說 很多的 可以把很多的那個 不必要的封起來的路段把它打掉 其實大家已經習慣把人車分流 能夠適度的分流就好了 但是讓它更和外面可以 可以互相的互動 它又可以達到分流 又不會讓人家誤會說 這跟它 南訪把這個裡面的這個內環 弄在它自己的這樣 會誤解 但局長你這樣 我跟議員報告當時 我們也有開了好幾個缺口 要求它強制它要開缺口 不是封閉 它不是一個封閉的內環道路 它其實每一道路口都有缺口 包括我們自己的東光地下停車場 我們也要用一個缺口進去 所以它就是公用的 我們的公車也可以用 我們公車也在走這條路 我知道 其實是已經很不錯了啦 老實說 但是說怎麼樣能夠讓它更好 更好的意思是說 一般沒有去利用這個地方的市民 心裡會覺得 這條路是市政府的 還是這條路是南方的 我覺得沒有必要讓人家去做那種誤會 但是人車分流 不是兩個不同屬性的車流去把它分流 是正確的啦 這一點我也是肯定 謝謝 謝謝議員 所以我覺得可能都是彼此的誤解 我每天要經過那裡 不過倒是有一點我真的要提出呼籲 當然派人員在那邊紓解指揮交通 這也是正確的 這也是正確的 但是我發覺到一個問題 蔡議員我可不可以借一下你的那個照片 幫你借一下你的那個哈斷那條堂 那個幫我放一下剛剛蔡議員的那一張 那個平面圖 那個立體圖 主席待會兒再給我借一分鐘 這個堂 讓我槌點 我再說一次就好了 這個 這個 這個不行了 我刺的 我是第二輪 我再刺一次就可以了 這個不是 應該是第三輪 我第三輪了 你 有找到那個圖嗎 有沒有找到 是夏輪在 剛剛那個蔡議員一棒的那個照片 那個照片 拿走了啦 拿走了 小組拿走沒關係 那我這種口述的 好 局長 實際上剛剛那個圖 那個空照圖就是 就是那個路口 沒有錯就是那個路口 那個路口真的是一個 要再去探討一下 因為呢 他們每個停車場 我說過 裡面的每個停車場 我都去使用看看過 後來發覺就是 那個路口 它的停車場的路口 離那個路口有一點近 有一點近 是不是要再檢討 再重新開其他路口 它長長車輛 要延續到剛剛那個十字路口 讓回轉 讓左轉車輛 被它回轉車輛 要進車場的人全部堵住 下一位李退治理議員請發言 謝主席 針對這個整個大台南的這個購物 跟這個交通的環境 本席深有所感 因為 本席現在 有這個 有這個 家裡的長官大人要處理 還有三個小孩 所以這個購物的需求 每個禮拜每個禮拜都非常的強 那 所以 居然我想要跟你請教一下 奇怪 新光三月新天地 還有旁邊的這個精英 還有這個小西門 在當初開發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把這個疏導的道路規劃進去呢 如果它也有疏導的道路的話 你看現在永福路 我不知道局長有沒有去那邊逛過 有 禮拜六禮拜日 甚至禮拜五晚上 甚至最近的母親節 包含他們的週年慶 天啊 永福路變成他們星光三月的耶 你有沒有發現 什麼叫做公眾道路變私人的 這才是公眾道路變私人的啦 他們應該要退縮進去 他們應該整個開發的量體要退縮 要挪出可以給公眾使用的 停車分流的道路 包含精英 包含國泰 包含新光三月 這是當初我們都發單位錯啊 沒有把這個停車的需求 跟交通的需求 在整個重劃案裡面要求國泰 如果照剛才蔡育會議員的這個邏輯 那豈不是 菁英國泰 新光三月 絕對有掛鉤嘛 因為如果要求他們退縮 叫他們弄出分流道 就壓縮了他們重劃 可以開發的量體嘛 不是嗎 那為什麼他們沒有做咧 反而利用我們的樹林街 利用我們的永福路 來做他們的分流道 我們要開進去 真的六日的時候 根本就開不進去嘛 他們要進去他們停車場的 車流完全站住了嘛 如果你對台南的購物環境再更了解 Costco 好事多 假日的時候 文賢路 和偉路跟中間那條 更何況他跟他停車場中間夾的那條 有算在他開發條件裡面嗎 根本就沒有嘛 當初的台南市政府在搞什麼 為什麼沒有叫他退縮 弄出分流道來 把文賢路 把文賢路 把和偉路的交通 弄成這個樣子 Costco首當其衝也要負責啊 也要負責啊 所以這都發單位的錯啊 這當初都發單位 跟地震單位就不對了嘛 所以現在南方的這個 看起來是內環道的這條道路 在整個重劃案裡面 是算公共設施用地嗎 這是我們的市府道路 所以他是從原來的凱旋路 的路寬不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是另外額外增加的對不對 他們原來工業區的土地 是叫他吐出來的用地嘛 對不對 叫南方吐出來一塊 交通疏導的另外一條道路 本來對南方來講 那變成他工業區當初的外環道耶 如果我們要求他全部開放使用 就是變成這樣子嘛 那今天我們叫他多化道路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他開發的量體要壓縮啊 是不是 他負擔的開公共設施比例增加了嘛 是不是這樣子 那今天我們要求他把交通分流道開出來 對於外面原來在走凱旋路的用車用路人 是不是一個好處 比較方便不會消資 是不是增加了公眾利益 但是本席其實針對於中華東路 中華路這一塊 其實還是有意見啊 他的這個人行道跟裡面的這個 這個未開發的這個停車場的部分 事實上應該要再退縮一些 應該要再退縮一些 因為整個車流的分流 如果這邊沒有做好的疏導 其實是往 繼續的 往 往往往往往西延伸 就是去 影響到更前面的中華路的車流 反而造成在凱旋路之前 就容易打結啊 就容易打結啊 然後他反而是應該在他這個接口的人行道 跟這個停車場用地這邊 這邊反而應該再要求他 再退縮一些 挪出真正的可以分流的道路 因為我知道他現在用的空地 其實已經是在原來的接口線裡面了 但是 下一位請楊宗誠楊議員請發言 謝謝主席 我們 各科學主管 我們議員董 大家午安 本室來就叫我們交通機長 有關到我們台南市 北方今天 已經有 亭元始點 開始做相當大的 建設是 好人家交通在建設 我們鐵路地下化 鐵路地下化 這是最大 最大 對 我看你的想法報告 我們也已經 支付重點到兩億 到目前 在八千的事目中 就是說 好像還化為空壇 因為怎麼說 就是聽說要做 到現在就是要去控制 沒辦法去解決 那麼到目前 有什麼比較好的方法 在最低級間來 可以來 正是當天 北盛民看到 我們這個鐵路在後 真的在做 有什麼實程 意定 各位議員報告 任何一個重大的 交通建設工程 都要有時間 而且要有步驟 其實在鐵路地下化 在前任的許市長任內來爭取 在我們這一任 我們賴市長 跟我們團隊大家很努力 一直想要把它完成 但是現在目前的進度 是在都市計畫的審議階段 那都市計畫如果沒過 不可以進修 不可以進修 不可以動 主體工程都不可以動 所以目前的這個 都市計畫已經在內政部審議當中 我們亂想說 我們內政部能夠盡速通過 通過之後 我相信就很快就會動工了 我們內政部就是價位通過 那麼萬物業沒有通過 要花去的錢呢 我們希望他不會有這種情況 還是要希望他能通過 因為這還是按照法令程序來走 那目前這空間的主要有什麼 比較好的方法改革 我們這有 我們市長拿出最大的誠意嘛 這方面來跟他們面對面溝通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蓋了照顧住宅 已經在動工了 照顧住宅 很多人已經去登記 已經去申請了 我想是最好的條件市長都想到了 因為我的感覺 當然 鳳天阿朗他佛福 那麼我相信是 全台南市民 百分之九十幾的人 是十點打破得讚成 因為只要你經過 市來的這些高流道 不是 平高道 大家都覺得說 那個沒有路的地方 實際上對台南是很大的阻礙 發展 所以在這個高 鐵路的地下法 我也可以說 替北生民來發聲 就是說 希望你們的進度 可以再拒絕一下 那麼來進步 剛才會的心思的間接 就是說 只要北生民要再控制 你們政府 也沒辦法去跟他們改革 所以他也不會緊要通過 會不會這樣 這個這部分呢 我們還是會努力來溝通 每一次 每一次的審議 我們市政府都派代表去 去睡眠 我想我們的誠意 我想這些都市計畫審議委員 應該都已經了解了 他們應該會照一個 最公平的方式來處理 因為我看 我們公平來盡快能夠審定 讓我們這個台南的大建設 能夠趕快進行 我看今天那個報紙 蘇布就是 包括新娘 全運站嘛 那個廟二十一坪 那廟二十一坪 那廟二十一坪 所以也就是要 無論市長去改館嘛 啊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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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老闆出門 我都要改館 我是說溝通溝通再溝通啦 民意還是要溝通啦 因為我們現在民意時代 我們還是要加強溝通 來我看你的感染報告 就是說 在英空這個部分 都要來落地下 在新市這個部分 才要做歌曲 那麼 英空 全部要落地下 到現在還是 我們的價位 差多少 幾公里 我們現在是 鐵路四區的地下化 8.3公里嘛 那我們現在在往北延伸到上化 是13點多公里 但是我們 英空這部分 我們的方案是要地下化 但是 對這一段 我就是問這一段多長 對 那星期又過 其實不用做啦 不需要立體化 我們現在評估的方案是 這樣啦 這部分 已經幾年報告交通部 交通部也有審議的一些問題 我拿回來 我們現在正在針對交通部的問題 現在在處理 處理好 我們願望說 下個月 再送到中央去 能夠盡快審定這樣 這樣 我會覺得 當然 我會覺得 如果是 當中 更正 做歌曲 也算一勞 用一勞 好 再來 就是說 我們 這個 大灣交流島 在六月 就要來 全民通車 那麼 在 人體交流島上來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是做一個 原來是做一個分流的計畫 所以 它是 分流下來 可以說 你不要在人家交流島下來 可以來到 到一一路這裡 這個工廠 在當時可以完工 這個部分 應該 你對 然後 照高公局的看法 是應該 你對可以完工 這個年代 對 這個年代可以完工 那麼 你如果想 大灣交流島現在 就已經 顯現到說 它的雍塞了 那 那個 那個 北上這個 如果再做 做一一路下來 如果它甚至要過來 大灣交流島 更更更更方便 那麼 平面 更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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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局有沒有什麼配套的方案 會以籌謀 要怎麼來規劃 這個部分 我們那個 跟公務局這邊也有合作 我們有做一些替代道路 現在三支一幹道 可以負擔一部分的 的運量 那 主要說 大灣交流島 做好 它是分散 仁德跟永康 它的一個運量 那 我們的北上 跨越 182 就跨越 我們仁德中山路 這主要是說 我們 從高雄下來 要下來之後 要左右轉的車輛 尤其是左轉車輛 造成那邊的塞車非常嚴重 我想這是一個全面通盤的檢討 那 這料應該對當地的交通是很有幫助 問題啊 我自己的就是說 相對 他對那些 駛一個出口 扭下來 扭下來就是造成大灣交流島的附和啊 所以我在跟你說 既然大灣交流島 現在是他 要不然全民通車 就把問題都走出來 當然 北市民在我反映的時候 我都跟他說 您放心 先求有再來求好 可是這個問題 我們也不能去想 就說 後面 進度已經看到問題了 後面 未從某的方案 能夠計畫 再怎麼調整 有沒有 感謝議員 這部分我們也非常注意 會針對它的時程 我們會針對每一個時程 我們會定一個交通的維持的計畫 然後未來的這個整個交通 怎麼要疏導 我們會做好全盤的規劃 再跟議員報告 因為齁 我其實我在做管議員的時候 我就有看到高公寺一份度 那份度就是以前 我們當地 集金飛行議員 他所政策的 大灣交流道 他所設計的是一個立體交流道 因為就是動省的關係 所以這個交流道 總共無疾而終於 所以齁 是不是在大灣交通 因為人口很密集 已經負到 六甲頂的交流道 跟人的交流道的疏通 所以我是覺得說 你們原來交流道 應該要為我們地方 未雨綽繆 就已經知道說 這未來就是徹徹徹了 趕緊想出其他的配套 那麼 所以我要再來跟你建議說 英台路的高屋局 在英台路 要八種高屋 要落生 尤其是左轉 要去交流道 這個部分 非常嚴重 他知道齁 我在早點的地方 是7點 7點20分而已 你如果 旅程頂一旅 旅程 已經來到 什麼 什麼 在這裡 這樣你看 這個部分 再給一分鐘 這個部分 各界這個部分 蕭龍吉 是不是應該 派人了解一下 尤其是在大清早上班時間 他特別的擁篩 有沒有替代道路 或者有什麼計畫 來疏通一下 跟議員報告 那永大陸跟那個高架道周邊 現在的路線已經固定了 要改很難改了 但是我們 有這個 擁篩的情形 看是不是到那個現場去再會看 是不是紅綠燈 秒數這部分 能不能先來做調整 還有道路的線行 能不能稍微做一些微調 我的感覺 來研究一下 是不是 你請那個分級 就是路橋下去 那個交通維持 有一個警察站崗 讓他機動性 能夠路橋上面的車子 流量更快一點 好不好 我們可以研究一下 好 謝謝 現在一位盧昆府盧議員 盧昆府盧議員 發言完畢休息十分鐘 那個觀光局長 之前地方的里長已經有反應 就上一個局長喔 陳俊安嘛 一定有講 有一個局長一直在反應 就是 那個 林茉良 做一條橋道 舊部落 你有聽說嗎 有有有 有聽說 那你 你聽說以後 都沒有反應 我在技術中 我在質詢的時候 我也有拿出來 我記得有會 你做 你做 你做那個什麼 你以前做 研考 研考會 我記得那個案子 我們是會親的各單位 結果後來因為用地問題沒辦法克服 所以沒辦法 為什麼沒辦法克服 我們有回議員 為什麼沒辦法克服 因為那個用地不是 不是可以做 我記得那個用地 地目是 那個國有財產局的地嘛 是 它不是公園用地 我記得 然後所以就沒有辦法 蓋那個公共建設 我跟你說 不是公園用地 它 你也可以拿出便宜 只要你想做 我跟你說 一定要公園用地 才可以做嗎 好啦 跟你說什麼 沒有你副局長再來說 沒有沒有 我現在問他是哪一個用地 你做你做沒關係 副局長 我現在就在跟你討論 我不是說 在指責你討論 副局長現在講 講沒關係 報告議員 報告議員 因為那個案子 在議員 這個 一座這邊質詢之後 我們有依這個 用地的方面 跟 土地夜館的這個機關 全責我們有做會辦 那初步會辦 結果就是第一個用地的這個 用地的這個 用地的取得嘛 用地的部分 那是交通局的地 對 有些是交通業 你說 你說 公園是幹部局的地 只不過是插地的主題而已 第二個就是結構 因為 結構 我有說 我以前我跟市長說 如果政府沒有錢 這條 這條 跨港的那個 橋 如果 一評估下來 我有聽說 差不多 一億 幾億左右 報告議員 您的那個 BOT的案子 我們也一併跟 我也有跟你說 如果政府 如果沒有錢 那一堂 開發 你可以 招商 由民間來投資 我相信民間很多人要進來投資 這 如果做了以後 也算是一個地標嘛 結果 你如果沒想要做 跟議員報告 那個當初有 針對這個BOT的這個案子 對啦 我跟你說 你 土地的取得 這不就是幹部局 和 高公局的土地處定嘛 才能說 那不是那個公園用地 那是停車場用地 這不就是差在這樣而已嘛 我說這樣怎麼對 還有第三個要跟議員補充說明的就是 因為BOT 他有 重點就是你沒想要做嘛 中央有規定那個 促餐的類別啦 條件 因為那個橋 不在那個促餐的設施範圍內 對 這是三個問題 不是促餐那是什麼 他可以用什麼嘛 用BOT 不用促餐 用BOT嘛 OT嘛 這是促餐 促餐 為什麼不可以 在橋方面 不可以用促餐的條例啊 對 因為他有規範一些 這個設施 可以做BOT的設施 你如果不可以做 你如果說 一條橋要花一塊 不可以做 我跟你說 以成本的回收 一條橋如果開下去 不止三年 本錢就回來啦 你自己要計算看 你用頭來想看 我們一年多錢 扮多年 給其他餐廳 帶動一些UK 我們這條橋做的 第一點可以收費 第二點可以帶動一些 相機 還可以刺激 所有的人 來 所有的旅客來台南 那比較不好啦 你也想看 每天 花一些無路營 錢花燃燃燃的模擬 你自己想看 如果你如果 用這個方式 我們不要用租餐的 你說租餐的 有自愛燃燃燃的方式 那個 自愛燃燃 我們自己投資 我們就去自己價位 這幾年來就回收了 對不對 我相信那條橋 如果帶下去 如果經過的人 要收三十塊或五十塊 三年就收回來了 你如果做下去 相關的 周遭的一些設施 商機 那不定了 你如果開一月 再給一分鐘 你如果兩月開下去 不出三年就絕對回收回來 附帶的 附帶的 附帶的價值 又 又比 比他收回的還要多 你要 說什麼 沒關係 你說 知道 說什麼 那部分如果是 他說如果是要民間投資的話 就是從民間可以提出一個完整的規劃 因為那個部分 你現在說不能租餐 民間要投資 民間自己要自主投資 因為BOT是政府主持 那現在因為不符合BOT的條件 就變成要民間規劃 但民間可以自提投資案 提進來一樣會有審查程序 你看你們講話齁 這樣顛三倒四 我跟你說 我說 你如果沒辦法自己花錢 由民間去投資 民間就說不能租餐 不得租餐現在 好 現在我說 你不要租餐我們自己開 他可以直接投資 租餐是說由政府做庄的意思 做什麼做庄 本地就是我們做庄 因為他不符合BOT 所以就變成自投 民間自投 而不是我們BOT 自投的部分就是BOT 不是不是 現在休息10分鐘 現在休息10分鐘 就算成功了 爲了 本部 已經算了 然後 一坐 我們 屁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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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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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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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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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